其实也代表了粮食的减少 越多的耕地拿来种植能源作物 就会有越少的土地生产粮食 造成了抢粮的问题 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缺粮的情况下 生殖能的蓬勃发展 反而带动了全球的粮食危机 从2002年到2008年 粮食的价格足足上涨了140% 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原本应该作为主要粮食的小麦 玉米 大豆等作物 最后却变成了能源 能源很重要 缺少了能源 经济无法发展 生活充满不变 但是 能源会比粮食重要吗 加满一辆车的油箱 所需要的作物 足够让一个人吃上超过半年 这奢侈的行为 让很多人认为 生殖能的发展必须要改变 于是 不用粮食作物 来制造生殖能的替代方案 逐渐受到重视 尋这件事 神经理 任何人 神经理 那、有没有